上午8點不到 見德國小校門口車來車往 學生過馬路 仔細看地面上的斑馬線 都換上綠色的色調 讓不少家長和學生 覺得更安全 之前可能比較大 現在塗了綠色 讓人看得可以更清楚 因為它的顏色很明顯 有一些都是剛好阿公阿嬤帶來了 所以他們的視力 視野也覺得比較跳躍 應該是比較顯眼 怎麼說 因為兩個對比顏色很清楚 就是畫了綠線之後 綠斑之後 人車都可以看到綠斑的存在 它有更明顯提醒的作用 金融市政府推動行人友善政策二部曲 兩個月來 在全市13處及部分國小路口 畫色綠色斑馬線 無論材質或者視覺 都讓駕駛人和行人清楚辨識 金融市長謝國良一早來到建德國小校門口視察 強調未來會加速完成 市區和其他熱點都欺上綠色斑馬線 早上來到建德國小來看一下孩子們上學的情況 以及繼續的了解我們的綠色斑馬線 在行人友善的部分給予他們的協助 我們目前在全市有13個地方 以及大部分的國小都已經上了這個綠色斑馬線 從視覺上從走路的這個材質上 其實都會有一些改善 一方面是讓行人比較安心 一方面是清楚的 標示讓 用路人讓 汽車機車的駕駛者 要對於這個綠色斑馬線 要做清楚的 禮讓 我們覺得行人友善是我們未來積極在推動的一個政策 包括前一陣子也有一些網紅提到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 我覺得這一陣子推動了約兩個月以來 已經有了一點點的成效 但是還不夠 我們希望在六個月以內 這個成效能夠更加的顯著 市議員秦珍和林沛祥 上午也陪同市長到現場視察 對於市府推動行人友善政策相當的認同 因為現在我們小野爸爸推行的有愛城市 那今天早上我們來到建德國小 看我們的綠色的人行步道的一個建制 看對於行人以及車輛他們的一個注視力辨識力的一個狀況 那過去因為這個地方沒有所謂的紅綠燈的管制 所以在行車上已經長成間 小朋友上學的時候交通會混亂 那現在建制之後是有所改進 但是希望我們的行人 還有我們所謂的駕駛朋友們 在行進入口的時候 這個時段確實要我們來受警惕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整個友善的行人這個設施 能達到我們最佳的一個大家共享的一個效應出來 讓我們小朋友還有各位家長們在上下學的時候 接送的時候比較有一個安全的一個環境 其實針對友善行人這個政策 貝翔是表示絕對支持的 因為基隆市的人口密度高 那我們的車輛量又大 貝翔自己最近在入口 不管是安樂市場還是人愛市場 都發現說後面的車會很直接去壓迫到前面的車 導致前面的車有時候會急著要過 而對行人有所交通危險 所以來執行這個行人安全友善行人的政策 那把我們的行車文化也好 還是整個交通交易也好 再做進一步的升級 我認為這是對我們基隆市未來很重要的一環 不過針對日前 網紅質疑市政府推動行人友善政策態度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回應 我們不管是警方的執法或科技執法 這兩個方面我們都會繼續的漸進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最好是養成一個友善的行車文化 因為每一個用路人其實也都是行人 回歸到最後我們是希望以行人為本 這個城市一定要對行人更加的友善 那當然一開始大家不習慣 大家習慣就是車子比人大 人要讓車子 但我想經過了一段的努力 還有我們會繼續努力 因為就像我講的 每一位用路人也都是行人 希望到時候是能夠以行人為本 以行人為主 多讓孩子跟長輩 在我們的城市 這是我們想要行碩的文化 新的綠底行人穿越線 除了辨識性更高 抗華系數也比傳統的斑馬線高 能夠讓人車通行更安全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